我们今天来吃搜索蟹 先来教一下你们怎么分清这个公的和母的 看像这样子像一个这种小圆形的 它就是母的 公的呢就是这种长三角 这个就是公的 我们今天先来吃一个公的 先拿点刀把它这个皮圈剪开 这里还有一个 这个钳子先放这边 我们先来吃这个它的身体 然后先拿这个钳子 把这个肚脐它的肚脐这里掰开 然后先把这个掰下去 这个是不能吃的 看看飞不飞 哇这个它好鲜的 我们先来吃清理一下这个 这里面都是它的黄 都是可以吃的 拿钳子然后把它扣出来 这个钳子就是一个吃蟹子的肥 长好的一个工具 哇好鲜啊 这个黄好好吃 哇我们再来吃一个它的肉最多的地方 这个是它的嘴不可以吃把它掰掉 这是不可以吃的地方 这是它的黄 这个地方是缩子蟹过滤的地方 是它的腮 这个不能吃 这个是苦的 一定要把它清除了 咬一遍 接下来就是它的肉了 看一看 然后拿着它的钳子 把肉一摳 哇太好吃了 这肉特别嫩嫩 它的嘴巴没清理干净 然后我喜欢这样直接咬着吃 看看 太好吃了 现在就是吃苏子蟹的季节 特别的鲜美 有的人喜欢蛋醋吃 也可以 但是我感觉这样原汁原味汁最好吃 肉甜的 里面都有用 然后再清理 哇 每年这个季节 这吃苏子蟹的最佳时机 等到贵节的时候 它的价格都特别的贵 然后现在吃 又便宜 而且特别的肥美 下个视频 来吃一个母的 这个母这里面的糕特别的好吃 喜欢吃苏子蟹的 记得给我点个小关注 我们下来吃苏子蟹的季节 我们下来吃苏子蟹的季节